沙田馬場的賀碎賽馬真是丁材兩旺 有近8萬5千人入場 多過去年少少 而全日的投注額有11億多 亦比去年多一成 陳之君報道 今年不是馬年 但是沙田馬場的馬仔 一樣有這麼多捧場客 收完開運電話繩 當然要轉一下風車 走過大運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幫省師點完精 開跑了 你一開閘的時候 要選深水馬 當然要落足眼力 還要落力喊 他就穿到紅當蕩 打算捧一下旺氣 有人投注最終拿來鋪草皮 亦都有人橫財袖手 買了一號碼 一號碼 所以中了頭獎 就是很興奮 就是今年會好運 雖然這一天氣溫 是入冬以來最冷的 但是入場的觀眾 就闖滿了整個看台 他們冒著寒風 都是想發一筆新年財 有線電視記者陳之君報道 除了馬場 車工表今天也很有人氣 不少人按照雜族 在初三尺口 不去拜年就去了拜車工 有超過七萬人去過車工廟祈福 警方要實施人潮管制 陳婉婷報道 大力敲三下 告訴車工我來了 香火鼎盛 大年初三 車工廟人頭湧湧 善信先在廣場上鄉 再入車工殿 車工廟 車工廟排了三二四兩 就繼續來不去 有賣風車的當主說 今年來貨貴了 不過都不敢加價 如果他繼續落下雨 又停下又落下 希望不要蝕錢 都不用太擔心 或者善信會像他一樣 每年都買過大風車 期望新一年行大運 有線電視記者陳婉婷報道